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你自己先幫我夜喔 我先幫你夜 好啦 反正呢 怎麼反正還沒開頭 我還沒開頭是不是 哈囉大家我是阿呆 這算呆呆呆呆在這嘛 大家都以為這個企劃沒了 結果我找別人 送出一台新車喔 剛好我們採購買了一台 平常不太會出現在我們店裡的車 觀眾都很喜歡敲碗 想要看小事介紹韓國車 我看他好像興趣缺缺 他不拍韓國車嘛 啊我們兩個韓團派的 還是你要跳一下Classion I love you baby 好啦我們重點就是 觀眾都會敲碗說要看韓國車 但是老闆不介紹 有時候我也自己也覺得蠻可惜的啊 所以我後來決定 我自己排OK吧 這台呢是我們採購買回來的 這是2023年的KIA STONIC 我想說趁現在車還停在公司 我們趕快先介紹 等一下哪一天他就突然消失了 他其實在17年的時候就已經發表了 然後19年才引進台灣 2022年有改款加入了48B的輕油店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1.0T的輕油店的STONIC 當初行車售價是85.9萬元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有雙色配色 你看這邊有黑色 不是我怎麼會值得這裡講黑色 紅色跟黑色 這個現在2024年就已經沒有了 現在同一都是同色 在2022年的時候改了這個 好新的場合 對 但是這看起來像KU欸 KU 哈囉我是酷 上映頭照顧的我 在韓國留學了六年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台 韓國進來的 2023年 KIA STONIC 啊算了不行 酷 嗨 有沒有機會拍一下影片啊 然後頭燈呢 它這邊有四條 1 2 3 4 這次是LED的頭燈 LED頭燈 然後這四條是日行燈 然後下面呢 霧燈嘛 銀色的烤漆亮黑色的烤漆 然後下面一樣防滑材質 我覺得現在這種 CUV 這應該算CUV 都差不多 然後因為是雙色配色 所以後照鏡也是黑色的 然後呢16吋的鋁圈 我覺得偏小 但是在往上好像有個GT-Line GT-Line會變雙色 其實小17吋 大一吋 然後一樣 很多的防滑材質 現在看到防滑材質 還蠻正常的 然後有一個銀色烤漆的行李架 這個蠻好看的 這個讓我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納智捷 U5 什麼好像也不是 會在我們頻道出現的車 從來沒有在我們店裡看過 因為它的行李架有點 後面有點往後收 其實你不覺得這台車蠻奇特的嗎 你要說它是 CUV也不是SUV也不是 當初KIA是說它是 他們車系裡面 最小的SUV 可是 這應該算CUV吧 就很小台啊 那像是 cross over 跳高版的對不對 可是你說它跳高 它其實也沒有很高 就是比一般的五門先輩車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再高一點 啊 VOCUS Active 那種 弄高啊 加個行李架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屁股的部分呢 這邊亮起來也是光條 也是LED 但是它的 方向燈跟 倒車燈是傳統燈泡 這邊 因為它是Hybrid的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ECO的 Hybrid的標誌 其實我覺得它的車尾 相對於車頭的設計來講 感覺又沒有那麼符合了 就是車頭還行 那車尾設計偏普通 沒有什麼太多的折線 跟這個尾燈太簡單了 我覺得可以再多用心一點 看一下後行李箱空間 沒有電動 後行李箱空間355公升 標準 就是椅子還沒傾倒的時候 然後它的那個48V的電池在這 完蛋了 這是機械的東西我不懂 欸 怎樣 兄弟耶 就關西企業啊 兄弟企業 我覺得我好像撐不下去了 機械的東西 還是叫小吃來一下好了 但是你覺得它拉得過來嗎 試試看吧 很難的攝影機去逼它 還不得不過 我們內裝都還沒看欸 還是內裝我們也不要介紹 反正應該沒有觀眾想看我們 對啊 好 去找老闆 這攝影機去逼它 火花來了啦 什麼東西啦 你拍在幹嘛啦 小說沒看過啊 運動紅喔 這什麼車啦 Keya的Stonic Keya是那個 那個喔 吉他父子嗎 是嗎 不分這樣 不分 欸 音樂來了 哇 放了 棒棒棒棒棒棒棒 欸 音樂來了 你看 欸欸欸欸 音樂來了 搖乳親搖到一半 搖乳親 欸 音樂來了 鐙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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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做什麼 只要聽到音樂下架開始搖 是那個Keya嗎 是那個Keya 喔我還接得回來 不簡單吧 還不錯 還不錯 怎樣啦 這個我跟你講啦 就沒有要拍 這個是我們七八年前的老客戶賣給我們的 他那時候跟我們買過車 後來又換車去買新車 買新車以後沒有要開 又賣還給我們 叫我們去沽 叫我們採購去收回來 我要送去拍賣場拍掉 你把他挖出來拍幹什麼 觀眾朋友在想說 你們是找台階給小私下 是不是以為拍了一個什麼 開箱上面是Sonic 以後就可以接到韓國車的業配 你們是以為這樣 有那麼簡單 你想看看這一些 他們有那麼容易 原諒你們嗎 你以為這樣開個箱 就會有人願意給你預算嗎 沒有 如果我是他們的公共公司 我一定找你 為什麼 因為你是反衡大將軍 從頭到尾都是你們給我這個名號 我沒有說我是反衡 我沒有 我沒有 所以他們如果來找你 然後如果你對這車評價又好 那是不是更凸顯他們的好 如果我臭他怎麼辦 好啦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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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什麼 好啦 怎樣 這車怎樣 幾cc 999啊 掛歐輪 有歐輪喔 1.0T再加油電 那不就跟SWIFT差不多 還有48V 他在外面直接對手就是SWIFT那種感覺 賣多少錢 新車 85.9萬 那這樣比SWIFT貴呢 但是這個車比較大台一點 有比較大台嗎 有啦 好啦 先看一下啦 輪圈多大 輪圈16吋的 欸 他還有什麼對手 最直接應該是Menu跟T-Course 什麼Nu Menu啊 因為是現代的啊 你不要講話我聽不懂 T-Course我聽得懂 什麼Nu的我不知道啊 Nu近時啦 我知道啦 我有聽過啦 老闆都有聽過 他也都 對耶 他默默的他其實他都 他也都試說他每天看你們的IG 我都知道那兩個兔崽子 都在看韓國女團 還搶票 還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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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媽的手燈 買周邊 要媽的就這兩個小兔崽子 偷偷摸摸這兩個人 好啦 怎樣 車頂行李架 黑屋頂 對 雙色配色 齁 起了就以前我最討論的 Eurostar那個 喔喔喔喔喔 對不對 星星尾燈的 星星點燈 在我的家門 喔他這個有這個耶 下面還有尿布耶 後車廂怎樣 這個你看也是一樣啊 軟趴趴也比較好 有沒有像尿尿抖乾淨的時候 看一看這也是很薄啊 這是48V的小電瓶 小電瓶啊 他這一個不知道 開下去要換多少啊 對吧 外型年輕人覺得怎樣啦 我覺得車頭可以 但車屁股跟車頭不太符 他這個車頭我覺得長的就是 跟那個時候的Eurostar的後繼車管 叫做什麼來著很像 Morning Picanto Cappuccino 他們朋友Picanto Espresso Picanto Cappuccino 一系列的感覺對不對 好啦 對啊我覺得車頭就有點像 啊這個 開心果造型嘛 開心果如果沒開就是不開心果嘛 開一點點就微開心果嘛 很開心果就很好播嘛 因為它開很開嘛 跟女孩子一樣 你知道嗎 女孩子跟你回家 你就看似開心果還不開心果 哈哈哈哈哈哈 當是要開心還是不開心 沒有說是看他嘴巴笑的程度 怎樣不然咧 沒有咧 啊不然你覺得是哪裡開 哈哈哈哈 啊這有燈是不是 咻咻 這沒有燈咧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因為它開孔只有這裡而已 這很像電動車的蓋子 你不覺得嗎 很高興就好了 幾年的啊 忘記問了 23年的 所以才一年的車喔 對啊才跑6000公里 當初也是這樣採購跟我回報 我想說 第一個老客人嘛 第二個又跑少 又新 猛手嘛 這個送去拍賣一定會有人要啊 我不賣韓車 總有人賣韓車嘛 我不入地獄 別人會入地獄嘛 啊我不上天堂 別人也會上天堂 別人上不了天堂 我就專門讓別人上天堂的 類似這種感覺 岳父問我 曾經帶他女兒 到過最遠的地方是哪裡啊 天堂嘛 哈哈哈哈哈哈 突痛嘛 黑後照鏡嘛 A入 啊我吸注怎麼沒有咧 它這個特別啊 它就不懸浮了 半懸浮了啊 而且這台比較特別喔 因為24年之後就沒有雙色了 因為不好看取消了 就兩種狀況嘛 一種不好看取消了嘛 一種賣不下去了嘛 好啦看一下內裝啦好不好 你說有比較大嗎 有比SWIFE大嗎 我做看看 我做看看 欸差不多啊 後面看一下 我178 阿呆乘客159 168啦 一路發 168啦 有兩顆拳頭耶 你做兩顆拳頭 那我做不就 一顆龜頭都沒有 你身體構造不太一樣 你多多看 還可以啦 我這樣看還可以 瞬間變好小胎 還可以 欸欸欸還有 還有還有 還有嗎 還有這樣 還有大概這樣嘛 有沒有 頭部空間還可以啊 頭部空間大一點 然後我頭髮吹蠻高的 這椅墊是一定短的啦 我現在背是貼的啦 腿大概剩一半到外面吧 然後它是什麼 黑灰雙色啊 這配色我是不喜歡啦 這兩個顏色配在一起 有一種廉價的拳頭 看一下它那個儀表板內裝怎樣 欸我很給它面子了耶 我這樣進來其實不好進來 我還可以再後退一點 我調一下 有沒有 四項 上下而已 沒有 上下而已 兩項而已 要去一點齁 這有幾個等級 這最高級的嗎 上面還有一個 85還不夠貴喔 上面還有一個GT Line 有大包的 我塞這個車 我還要GT 欸蠻薄的耶 三缸是不是 對三缸 馬上就感受到它的頭 那個油門踏板 跟方向盤 還有屁股都感受得到 搖搖 A跟B說 你女朋友在手搖店 打工一定很會搖 B就跟A說 你馬子在台積電上班 是不是很會處理你的奈米條 欸這馬力大嗎 我猜 1.0T又加油電 來個105 沒有喔 120P喔 120 不錯耶 那扭力耶你猜 120的話扭力17 20.4喔 好像不錯耶 可以開看看 好來看一下 內裝是怎樣 這螢幕嘛 它這個都是有點像 黑白的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全彩液晶的感覺 對不對 寧靜模式 寧靜模式 只會在前座播放 只有前座有聲音啦 小朋友在後座 後面就比較安靜 蠻貼心的 哇現在韓國什麼都好喔 很冷耶 媽的小兔仔子 現在收到韓國就很貼心了 夭壽啊 好啦觸碰就可以接受了 然後儀表板 我覺得就跟SWIFE那個等級的車 就差不多好像類似就是這樣 只有中間是液晶啊 兩邊是直升啊 就差不多這個七八十萬的Level 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儀表板 旁邊就是一些黑色的鋼琴烤漆 中控台也是黑色的鋼琴烤漆 中間安座做了兩個固定式的杯架 這個很特別喔 裡面那個毛毛很長喔 它不是絨毛 它有像海綿 它有鋪薄海綿在這個裡面 保護你的眼鏡 這個是貼心啦 這個打開 它連這個都還沒濕 你看這真的六千公里 它連這個紙片都還沒濕 手按的啦 手動 沒有直接開就開燈啦 你還是得在這邊手按 這個恆溫空調 單區的 一個USB 一個點煙孔 倒車雷達 前影 前影聽不清楚 可以接受啦 也是有點顛啦 但現在滿暗的啦 椅子其實 有一點小髒 坐起來其實就偏小 但是屬於比較軟的 支撐性稍微 有跟車嗎 有欸 有有跟車 跟車欸 不知道有沒有置中 有車道圍尺 車道圍尺 是打乒乓球 對輔助的那種 輔助喔 方向盤 細細的啦 不過那個拇指這邊 只扣的地方 還是有給你一個可以扣住的 寬屈的地方 這看起來就是那種都會用車嘛 你多會在開那種 感覺它那個車就是類似這樣的size 我看他拍那個影片 你還是有在看嗎 我們是在研究說 YouTube的拍攝的手法 運鏡剪輯技巧 音樂什麼時候情感 怎麼樣創造出影片的氛圍 才能夠吸引觀眾朋友去看 到底是因為呢 它的這個構圖 氣氛剪輯 造成這樣的觀看率 還是因為這個主角造成的觀看率 我們要把它剖析清楚 我們才知道以後這個 我們小獅器的頻道少了小獅 會不會有人看 那你研究出來了嗎 我研究出來就是我直接 請一個像李多惠來就好了 它這個是螢幕亮度可以調整 我把它調整 它這個螢幕的亮度有點紫色光 它兩段而已 沒有啊20段 但是你不會想要調到其他段數 這個20段的設計啊 你只會用到3到5段而已 你不可能去調到10以下 你看喔 像20對不對 我但凡只要調到10 你都覺得你的眼睛快爛掉了 所以這20形容虛色 可是你不覺得它這個塑料感 蠻重的其實 你看光這個中控塑膠感 這不是說我們要嫌韓國車 你看這個塑膠感 還有這個全部都是硬塑膠 一塊皮都沒有 這不是皮吧 塑膠皮吧 這塑膠啦 這連皮都不是吧 這軟塑膠啦 這不是皮喔 我也是籃球那種塑膠皮 你看這全部都超級廉價感 你看這個 所有的冷氣按鈕 中控台的所有的按鈕 全部都是很重的塑料感 不過正常嘛 韓國的東西看起來塑料感 到底滿正常的 對 哈哈哈 國情不同啊 好啦出發出發 試一下好不好 看開起來有沒有塑料感 走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 大美女徐海莉 那個我有查資料 你要幹嘛 不用啦 不用 我們靠感覺靠feeling 你是誠心誠意的發問我 我勉為其然的配合你耶 我是為了我們的生計著想 跑6000公里而已 我們可以四維新車吧 方向盤盤盤 滿小的 我喜歡盤盤小的 這底盤多了 帶布車底盤 不過隔音可以啊 抖到快熄火 我都覺得它要熄火 要停下來之前 你就覺得 好像快死掉了 引擎自動起閉 我已經關掉了 我今天跟兩個小兔子 還出來拍韓國車 等一下會不會被你們兩個 把他載去山上撞 哈哈哈哈 把你們兩個漢奸 幹老實欸 幹 起火是不是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老實覺得它快熄火 欸 有沒有 有耶 蠻重的耶 它有模式嗎 有drive mode 來我來試一下drive mode 來來sport 衝衝衝衝衝衝 有衝衝齁 有衝耶 好啦 帶布車啦 蠻晃的 蠻跳的 滿沒安全感的 我這樣會不會被開 Ikki 觀眾朋友抱 你說你這樣也想要拿運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認真啦 不要說我們亂評啦 我大概開了這樣子 我覺得帶愛感受出這個底盤 我說這個就是一個 標準的帶布車底盤 你要說不能接受嗎 我是不會買的 花這個錢我要找一個代步車 我覺得有其他選擇 這我至於肺腑之言 我們今天與其不論它是哪一國車 忘記 忘記 忘記它是哪一國車 以下言論 如果我是唬爛的 我等一下這個 貝雷批 貝雷批 等一下 有沒有 不要說等一下 我等一下車門一打 啪的就打下來要不要 我講真的 我認真講 我們撇除掉那個韓國成建什麼 我認為這個底盤就是 能接受就是普通啦 中等嘛 我怎麼講他媽都很難冤 今天是我 我要花80萬左右去買一台代步車 我是不會買這台車 單就超價感 底盤這件事情來講 我認為我花這個錢 我可以買到 我開起來更喜歡的底盤感受 再來一個 隔音不錯 感受得到 外面的隔音風切一聲 隔絕不錯 尤其今天又在下雨 又有打雷聲 那底盤的隔音呢 跟組裝的感覺 因為車也還新啦 說實在的 我覺得是中上等級可以接受的 變速箱的部分 真的在你的收油 回油 再加速的時候會遲鈍 我很久沒有遇到這樣的感覺 有一種讓我回想起以前 Smart的那個感覺 換檔會思考人生 再加速會思考人生的感覺 正常來講 如果normal模式這樣我還可以接受 在spot模式向下去 我的轉彎過彎以後的再加速 還會思考人生 我有一點點不能接受 但是我剛剛稍微 重踩油門那個貼備感 加速感是有的 它那個換檔 就是整個讓它的引擎 變得有一種不順暢感 你看油門加下去 加速度是有的 但是你看我現在一收油 我稍微踩煞車 我再補油門 晚了一秒 加速才出來 再加上過彎中有彈跳 會有不安全感 整台車就 會不規則的跳動跟晃動 有一種難以掌控的感覺 很多觀眾朋友說 小司機都開進口車 開VVN開Porsche 來憑這個車 不是 我最直接的印象 我抓一台SWIFE來 我認為SWIFE開起來地盤 不會這樣 然後變速箱開起來 其他的類同級車款 開起來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即便你講T-ROCK的DSG冰箱 它也已經進化到 不會讓你有這種 換檔的頓挫 渦輪的遲滯 三缸的抖動到屁股有感 你坐前屁股有感嗎 蠻有感覺的 屁股就有感了 不用方向盤 完全就是感覺到那個三缸 它的整個起步 有沒有 起步油門下去 它就是慢一秒 然後突然衝出去 你會覺得很像彈射起步 還是什麼 就是讓它滾了一下 突然浮沫出去 很像那種雷射機 光炮要 要蓄一下力 那種感覺 那速度起來 加速會順暢一點 但是你看這個過彎 很恐怖 它那個過彎以後的跳動是 很可怕的 你連坐的人都有不安全感對不對 對 剛有 你不要說開的人了 你在彎中 然後遇到一個彈跳 你就覺得 哇這個車 那個不穩定感 你就會遊覽而生 前提之下 我們不是要嫌這個車 這個車 它的定位是代步車 沒有讓你那麼快 我過彎 好啦 所以順順開嘛 就一個代步車啊對不對 反正 我怎麼會今天被你們搞一個 我再試這個 還那麼認真在發表 試車感言 不錯啊 以後可以多試啊 不要再跟我講這種話 小兔仔子 有預算再跟我講 下次我希望 你們再來找我的時候 跟那個傑瑞一樣 乾爹來了 乾爹來了 拿了一本合約書 那合約書不要 AB合約 簽一本就好了喔 不要簽兩個版本喔 希望下一次 有機會的時候是這樣 不要再試這種情形 我剛剛遠遠就在拍你們的線動 這兩個兔仔子 乾爹來前面放一台韓國車 中山小 哈哈哈哈 時機不好 有必要這樣子出賣 你們不算出賣 對你們而言 你們還蠻開心的 看你們在那邊搶票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爽了 不久的將來 有一天你們會說 老闆 我那個 我跟阿澤要請特休 我們要去韓國玩 有一天 我應該會 接受到這樣子的一個 要求 蛤 還是我們現在就來請 哈哈哈哈 你看 已經有在算了是不是 所以你怎麼知道 哇靠 我已經猜到了 哇操 已經有在預謀了 小兔仔你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我這樣繞一圈 夠給面子了吧 好 這邊有比較有重點 本來沒重點 哈哈哈哈 怕片長不夠 叫我來貼片長 我這麼貴的 我現在電視台 焦了我不一定要去 現在記者要來訪問 我看心情的 你狼狼 哇 小兔仔子叫我來 我就來 交給你們了 小兔仔子 不是啊 老闆走了 老闆走了 他就這樣走了 講講講完就走了 剛剛試完了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真的蠻陡的 坐起來的感覺 山公其實真的蠻陡的 比起我最近在開的 Astra來講 這台車 很明顯 我覺得是 是有陡 沒錯啦 老闆試車的時候 過彎的時候 我唉唷一下 那是真的唉唷 他不是單純這樣 他是有點這樣 的那種 剛剛的乘坐的 以艷來講的話 我覺得跟他的外表 蠻不大的 他的外表我覺得 偏運動 但是坐起來好像 偏 代步 真的是代步啦 算舒適取向嗎 可是好像也沒有到 真的很舒適 也沒有到很舒適 因為也沒有 很亂啊 或是椅子很舒服 所以 每個人都有 自己喜歡的車 跟適合自己的車 他整個怎麼樣 我們這次成功拉到老闆 拍一次 PR 啊我們下次換 Ioniq 好像不錯 還是 Elantra 一步一步慢慢 侵蝕他的腦袋 你看他現在都會去看 李多惠 還會聽 他都知道 還會聽那個 New Jeans 然後上次怡萍還偷偷在 他開 Aria的時候發現 他在聽 Baby Monster 他也是有在聽 韓國歌的 欸你看 這 韓國車 你看 我下雨出去 繞一圈回來 就這樣了 你看這邊 欸 對不對 不是我們硬喵吧 我們是不是下雨天 出去繞一圈回來 就變這樣了 欸 打雷了 不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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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哇 雷公公生氣了 好準喔 今天有算成功吧 雖然說一開始 是我們要自己拍 拍拍拍拍 到一半 發現真的沒辦法撐了 反正也是有成功逼到 小事是韓國車吧 大家覺得怎麼樣 以後是不是可以常常逼 啊逼久了就習慣了 啊習慣了他以後就會拍了 下次我們再找一台試試看 我對Picanto小小台蠻有興趣 下次有機會有收到的話 反正如果觀眾喜歡看我們B1小事拍一些他平常不會拍的車款 喜歡的話下面留言 或是想看小事試什麼其他韓國車 有機會 我想辦法去借來看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開小鈴鐺 我跟阿長要再繼續搶票了 掰掰 真的我們要去看韓國安口場了啦 真的要請特休了 老闆特休給過吧 啊我的媽啊有一天真的會被賣 看有一天我那個小吃氣都會變韓汁會不會 粉絲朋友最沒有辦法預期到的一個結果 小吃氣車變成韓汁 右下角會寫一顆K 然後牽起來 哈哈哈哈 阿咬許啊我真的會混在我